你好 欢迎你收听大观演绎 我是David 这一餐我没想着说的 其实有时候都挺累的 因为想东西不累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预计范围内的 但是说的话就很累 每次录音都很累 因为我用声音不是太适用 但是anyway 今天我不打算说个长 说个短的 我猜十几分钟之间 因为有些东西我想放在后面说 因为这一次的俄乌之战 其实跟去年马斯廷号用一张照片 去侮辱整个中国海军 那个情况有点相似 这一次可以说是两个不同世代的军队的交战 表面上俄罗斯军队应该武装更好 军力更强 但是他们用的思维和模式 其实只不过就是把苏联那套东西 用了现代的电子讯号和电子装备 加一些现代的军器去upgrade 所以你最多是当苏联2.0 乌克兰军队虽然说真的 你说的那个upgrade程度 就是update程度当然不及苏联 就是我所说的俄罗斯 而现在来的你和俄罗斯大家 mussle on muscle 或者你攀浪攀地比就比不了 但是 其实我个人认为 LATEL在后面是在开工 即是在发工的 我上一集说过这场章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一套最要给到的就是logistic 和information的支援 以及logistic当然既包括武器 亦包括药 民用的食物 水等等 以及保持网络唱通 保持网络和资讯唱通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北对称战争里面 因为大家其实都有超限战味 你乌克兰当然要更加要打超限战 因为 所谓超限战 不是只是 只是说 只是金融战 只是资讯战 那些其实不是 超限战是很立体的本身 是多维度的战争来的 我既有真正的军事冲突 但我在认知作战上 亦都要 能够赢 能够得到人的支持 能够巩固到自己的民心 而且你要用的方式要现代先进 而在这方面 乌克兰反而跟外面世界接了轨 所以 它虽然有的武器不是特别强 乌克兰的 照计正规军的实力 应该未必及得上俄军 但是 在超限战的实力 尤其是 我相信泥土在后面发功 即是在帮他 在输血给他 变成了 他打起来 其实是在打一场现代战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俄军我之前说过的那一集 他们第一下的军事行动应该是由烏东突破 用小而快的部队快速突破 以及用空中支援 甚至散兵配合原先埋伏在里面的乌坚 Sleeper agents 去扰乱 所以他后头打到为什么要遍地开花呢 遍地开花是一种心理压力 令到你所有 令到你乌克兰居民觉得恐怖 害怕 不敢动 不敢动之后呢 然后他劝着你投降 叫你乖乖的不要出来 总之我们来两个很快就过了 你出来就死了 希望你们这些人不抵抗 不抵抗 然后他就会拍片 我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 然后 我占领了奥德萨港口 然后我占领了哪些据点 然后那些 俄军已经在巡逻 很悠闲地走 甚至最好拍到 可能是由亲俄分子 飾演的东西 在街上 还在闲聊 和俄军 大家 如水晴 诸如此类 好像正常的上班 正常的生活 但俄军已经占领了 如果是这样 瓦解了乌克兰人的斗志 和令到乌克兰军队 撲来撲去 撲不到目标 力量分散 他会赢 然后唐而皇之 大军进入基辅 然后捉着扎连司机 去问罪 然后 乌克兰军方签协议 成立亲俄政府 这个是他的剧本来的 俄罗斯原先的剧本来的 但是很明显这一次 一进入去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想的这些 Propaganda 听起来 华为俄罗斯 都很惯玩 Propaganda 但是关键是 信源是单一的 资讯是单一的 所以实际上 他的信息含量相当低 这些是很吐露的打法 这种吐露打法 因为你的信息量低 你兼且 你没有什么交叉信息 即是说 你的信息不会有交叉验证 他也不会让你交叉验证 因为俄罗斯 以普京这种玩法 他一定要自己掌握所有资讯 就算有交叉资讯 可以证明俄罗斯 真的占上风 他也不会让他出 他只会是他想 觉得是出 一定是他审讯了才让你出 但是正因为这样 实际上 反过来就变成了俄军的弱点 你一枚铺天盖地宣传 但是乌克兰已经进入了 另一个时代的社会 他不是 如果你说他在90年代 比你这样玩法 可能很容易就相信 但是他从2014年 颜色革命到现在 已经过了多久 已经过了8年了 其实乌克兰人已经和外国 接了鬼了 其实乌克兰人的精神世界 除了乌冬分子 你以为他们很难用Twitter 用什么 而俄罗斯你的网战又不成功 如果你的网络战成功 下降了乌克兰人的网络 让他们收不到资讯 那乌克兰人可能还会容易被你fake 但实际上没有 而现代的战争 资讯第一 资讯第一还不是统筹发放 反而是 不需要那么刻意统筹发放 反而是 是一个 即是Viral式的玩法 所谓Viral式的玩法是怎样的呢 就像你看看习连斯基 你看到习连斯基 是这个世代的人 更加熟悉传媒的操作 他这个世代人怎样呢 通过Twitter 一些短信 一些短信 拍了出来的 你不要管他是不是做戏 或者是假装 那假装又怎样呢 但乌克兰人看到就够了 其实他是在鼓舞他的士气 而且告诉你我没有走 我还在这里 乌克兰的政府还在这里 还在运作 我们还没输的 我们可以继续抵抗 另外我们还没计算 因为这些是我们会注意的部分 但是如果有时 例如偶像看哪些视频 有些人看到 乌克兰士兵在蛇岛 明知不能抵抗 还能抵抗到底 结果被俄罗斯人 好像屠杀 这些场面 悲壮场面 也是可以喚起乌克兰人的 情绪 当然是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实际操作上 当你 例如 给一些情报 给一些key的情报出来 如果这些key的情报 有一部分是可以曝光的 甚至能够曝光的 尽量曝光 一曝光之后 这是一个seed 例如一段片 然后乌克兰人一看下去 那段片 每个都拿着Twitter 或者这些社交传媒发了出来 那些人一分享 有哪些军队在哪里 或者哪些人在哪里 他会自己去追 变成他那个来源 不单只 只要网络是work的话 他们可以有大量的信息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information hub 每一个人都变了耳目 甚至是 普通老百姓平民 他可能不是 握起枪那个 可能是老弱富裕 但是他可能会拿着手机在那里拍 当他拿着手机在那里拍 然后扔到上Twitter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 不断分享的话 很多的真实情况 立刻就浮现出来 变成了 因为他的信息 是大量的 互不相干的人发的信息 但是你可以交叉验证 当你互相交叉验证 你的可信度高 那你罗罗斯的fake news 就受不了 你瓦解不了 乌克兰人的士气 叶解不了就变成要硬打 不可能用那些 不可以用他惯常用的 那种 轻巧的打法 就可以 压伏到人 不像在哈萨克 那些地方 两下就可以压得到 你变成了 好像阿美利亚对阿塞拜疆 这两个世仇来的 大家都不相信对方 一定是死斗的 然后阿塞拜疆拿着无人机 就可以去射 拿俄国装备的阿美利亚 现在其实情况 没那么夸张 他没那么多中斯这些东西 但是 NATO亦都供应了不少反坦克 或者反aircraft 那些武器给他们 这些武器 而且很多是 不是大型武器 是小型武器 变于 变于 转进 埋伏 诸如此类 因为现在 乌克兰其实在打人民战争 打人民战争 不是在阵地战硬打硬 和你 斗火力强 斗正面冲击 不是靠这些 往往是靠出其不意 在熟悉街道 熟悉哪些位置 可以埋伏到 懒不妨地 对着你的坦克 或者 对着你的飞机 射那些 射一些boogie 送他一程 或者一些 自走的地雷 诸如此类 各种这类型的武器 然后背后 有一大个 信息的平台 不止一个 其实多个 不同的信息平台 你删都删不及 删网 除非你完全 断绝任何卫星 但是如果有美国的卫星 或者 北约的 民用卫星 是继续发挥着 除非你俄罗斯 直接和北约宣战 你 用卫星打卫星 我不知道有没有 例如你用军事卫星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开火 整垂别人的卫星 这已经是视同为打仗行为 俄罗斯主动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虽然我说现在是 但是正式的NATO 和俄国的正面冲突 是未发生的 NATO现在是在打卫星战争 是通过乌克兰打卫星战争 但是他给一些漂亮的衣服 教他们怎么用 很明显乌克兰的军事组织 和那个思维 这班人是已经接轨了 我觉得他们也挺有趣 这么快可以接受到 别人的那种玩法 如果是这样 是一班信息化战士 对抗一班上世纪 的 五六十年代 或者比较80年代 那些的机械发士兵 信息化士兵 对机械发士兵 因为机械发士兵 机械发部队的优势 是很薄的 其实 情况你大家想想一下 第一次海湾战争 不是应该说第二次海湾战争 第二次海湾战争 就是撒旦布被人居住了 那次美军快到什么地步 美军不是靠坦克洪流 走去打垮伊拉克 根本是 伊拉克的坦克部队都没机会出击 他都不知道什么事 就已经进入了首架巴格达 接着已经被人推倒了 那个快到是 伊拉克不懂反应的 实际上是 现在的情况也有些这样 俄罗斯 用机械发部队的话 用大部队 用坦克 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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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用流动车 一是 你不会用铁路的 你用流动车的话 你也要有个宽号 你也要 要是用大架的 那些东西 要么你就用俄罗斯基利用 铁路的队 去移动 但是铁路的队 你又可以杀到什么 你不会用铁路的队 去杀一条人 大炮打烏鹰 没理由 而现在实际上 就是乌克兰变了整串的护蝇 你一打下去 可能有一两只 真的会伤了 但是整串的护蝇 一控二散 但是你一 没有继续护蝇 它又回来 那是承受到你不须 所以现在变成了 有一点值得留意的 就是俄罗斯公布的 战果 和乌克兰公布战果之间的分别 俄罗斯很着重就是 破坏了多少的军事设施 但是 破坏了军事设施 或者佔领了多少军事设施 但是破坏和佔领 对于俄罗斯来计 什么叫贏呢 贏就是 它能够压平所有的抵抗之余 还要是那些人能够 能够拥护它 能够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接着那些人就说 我很喜欢上班 我也是上班 我正常生活了 这就叫俄罗斯赢了 因为成功吞了之后 还可以令到国家继续 继续有生产 继续创造收入 然后这些收入当然要上缴给俄国佬 俄国佬继续退了你 同时跟白俄那边互相连接 这样才叫做成功 一天它做不到这一点 它不叫成功 但是你可以留意多一点 你破坏设施 不代表你成功 破坏了军事设施 所以那个设施里面 但是到底破坏了多少的武器呢 破坏了多少粮食均享呢 俄罗斯没有说的 没有片子 甚至是那些片子 就是没有live 片子 它全部都是事后剪接好 或者是一些 就是这张照片 但是到反正乌克兰有片看 有什么 就算你说 有角度不同 去影 可以影到你自己 英俊一点 好一点 我同意 但是你俄罗斯 如果你要有东西 拿得出手 你想粉碎人家的抵抗意志 你就要拿到重手笔 但是so far没有 即是说 俄罗斯的这种玩法 实际上应该是 被 乌克兰军克制住 他未至于没有进展 但进展极为缓慢 到现在为止 没办法拍到一出 胜利游行的片 到现在为止 还在拉鞋 以至到普京要出口述 说 你这些乌克兰军方应该半变 应该要 捉了 捉了 这个 乌克兰司机 推倒这个政府 你跟我们谈吧 叫你来去明斯克谈 你都可以开玩笑 对不对 去你的地头明斯克 我想过了明天之后 白俄正式 白罗斯正式 拼入 俄罗斯 即是你的地方 我去你的地方 跟你谈 成下之盟 扎连斯机 不会理你 至于你说 大家其实相当地 还兵之计 趁机补促 俄罗斯 那俄罗斯军队还要 拉鞋 因为之前遍地开花 散修修被人打炒 打到炒了皮 那你都要重新集结 力量 现在就要集中力量 因为 玩超限战 玩不赢 根本乌克兰人 不受理那一套 这样的话 你唯有硬斗硬 硬斗硬 你唯有要集结 即集中兵力 那你就 很清晰地划分战线 我由东面东北面入 第一个目标 军事目标 我现在拿了 Chenobel 接着就是 拿基辅 和旁边一两个的城市 拿完之后 我们再向西南一路进军 但如果是这样 你的进军路线 其实又是 utely predictable 如果乌克兰人 跟你玩人民战争的话 在你 你又坦克洪流 那些 大佬 完全是 很 obvious 的 target 你没有隐蔽性 所以只能够打野战 因为你人口完全没有好处 晚上你都想着 我靠我的坦克 有夜市镜 我可以偵察到你 你看不到我 但实际上 当你一入到汉线 整堆都是 整堆周围都有 买服 你又不可能 可以完全隐身 你的坦克 或者你的装夹车 那你如果看看 乌克兰就很不同 乌克兰除了有片看车 乌克兰还报的 是报杀伤多少人 打准多少架飞机 多少架坦克 有数字 我当你灌水 但是灌水极这些人有得算 有得猜测 这些数字加了下去的话 你对俄罗斯也是没面子的 因为你以这么强的 按到你这个世界第2强的军队的国家 倾国之力 压下去 没办法两三把压 乌克兰也是有些流 当然现在是星期六夜晚 星期日凌晨 现在已经是 未来这24个小时 将会我估计是最痛苦的24个小时 因为俄罗斯 连续几天都吞不下去 实际上太阳 美国预计96个小时 应该就会受不了 照计现在剩下的日子 时间已经不多了 应该是第四天 应该是 如果第四天都攻不下去的话 96个小时都解决不了 攻不了基库的话 那你俄罗斯眼面何传 你普京吹得这么吵 还要你又要在白罗斯 还要这么大支军队押着白罗斯 很明显你现在 你不敢一铺过了 一铺那张那里这么多架坦 全部向南开 直冲基库 不计这个成本 你也需要有些军队押着白罗斯那边 不是白罗斯人很喜欢你吗 白罗斯的流亡领袖已经开始号召白罗斯人反抗 已经是用俄罗斯的了 那 他不可能再出大兵下去 如果全部出大兵他还不能回归 即是他仍然只能够一点点 一点点去出 那就提供了机会 几乎再捱下去 但就算几乎捱不下去 一打人民战争的关键已经不是 一时一地的得失 只要乌克兰人保持战斗意志 保持到他的军队的有身力量 和他民兵的有身力量 用整个乌克兰来做战场 来和你俄罗斯玩 这已经破了你俄罗斯的目的 因为你俄罗斯没办法占领 也没办法令他恢复秩序 甚至连乌冬都没办法可以吞到落土 或者可以让他 当你是一个独立的富庸国 他可不可以日常上班生产 做不到 做不到就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 我想说 除了他立了50万人进去 进了俄罗斯境内之外 什么好处他都拿不到 他做了支出 现在就大支出 一路人命支出 一路来 再加上那么多欧盟的地方 终于逐个逐个 由最初有多不愿意 但是 北欧的兄弟当然是 唇亡齿汉 他们也一直被人欺负得多 所以北欧当然会第一个支援 只要有人走过头去支援 尤其是小国都支援 最终法国都不可以不支援 现在欧盟已经考虑同意 基本上一句文 连匈牙利都已经同意了 我说我要 我们Cut Swift 美国那边只要 双头 轻轻含含 一Cut Swift 俄罗斯 你的钱就转不动 最多可能靠Bitcoin 或者什么 但是就算Bitcoin 你最终要转成钱 那一刻你转不了 除非是现兜兜交易 你加大了那个交易难度 这就开始转了 那你俄罗斯就算有4千多亿美元 在手上做储备 4千多亿美元 在金钱世界 就不是钱来的啦 你 你只是外汇 一天的流通量 都一万三千亿 至少都不止 你现在 现在的数量大很多 我读这个的时候 已经是说 应该是十五六年前的事 都说一万三千亿美元 一天 你说一下 4千多亿美元 即是不是钱来的 你说这句根本就没见识 那 当然你有黄金 有什么 但是会带来你交易的不变 当然你未必会饿死 但是他也是削弱你战争潜力 还有油价 你留意一下油价开始弱 如果看着油价 最新的那一棍 成交量不多 但是一枝阴烛出来了 之前有一枝大倒转的 就是之前一枝大倒转的鼻雷针 接着就一加一枝 一枝鼻雷针加一枝阴烛 当然不是用阴烛阴烛看的 我意思是看那个 带来的变化 可能会有个调整 如果一调整 对于 俄佬那么靠油去赚钱 是不是也是有一个伤害呢 如果加上Cut Swift的话 会不会平仓平仓平不前 现在已经被人开始 直接丢货 直接平 硬硬把他 扣马剪 直接 平仓 直接斩他的仓 然后就立即 证券商收了钱 不奇怪 大哥 削了Swift 我就不错 你赌了石头 不是 我现在算了 我硬硬帮你 斩了仓 也不奇怪 但anyway 这样的情况下 还没计算加息 如果加息再加进去 俄罗斯 也不用怎么办 有些事情 所以我想这两天会最狠 这两天应该俄罗斯要加强攻势 要不惜一切 要去攻下基辅 捉到扎连司机 然后将他 各种的做法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 甚至会逼得俄军 逼得很瘋呢 会不会 好像当年 在Stalingrad 那就是 喂 你的士兵向前冲 军官在后面 拿支枪指于士兵 你不向前冲就枪毙你 但如果玩得这么瘋 分钟会不会有俄罗斯士兵 在阵前倒过 或者投降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 就是 由俄罗斯官方的那种通讯社 欠缺一些 勝利东西 以及我看回塔斯社的报道 他现在更加多报道的proposal 以及骂扎连司机 你不肯 不肯让位 或者你不肯去跟我们谈 所以我们继续进兵 但是 说这句之前 大肆报道就是 我们谈 上台谈 甚至 普京跟 习主席说 我们会谈的很快的 但是现在不能谈 那怎样呢 那你塔斯社怎样报道呢 所以 由这些各种迹象看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俄罗斯不行 但是 至少在现在的情况下 俄罗斯的进度 远远不如普京的预期 亦都没办法拍一些 很棒的视频出来 让他去威胁 而是 只能够继续 老吊重弹 那 现在已经没人来的了 甚至你可以看到 国际风向 即是中国都闪开一边 一边尝试去台湾 偷鸡摸狗 下一刻 但是一刻下去 发觉美国有准备 美国不是没有准备 即是说 其实美国 根本没有 说 手尾不能相顾 如果没有手尾不能相顾 这些位置 如果没有手尾不能相顾 俄罗斯给的压力 也不足以 令到美国投入 巨大兵力 而不足以令美国投入 大量兵力之外 俄军可能还会有点困难 所以如果这一次俄军一直拖下去 这个战争越拖越长 而他没办法清脆地落地解决 或者就算被你占领到基辅 但是对方立即成立 新政府 当你习连司机 被抓了也好 立即有新政府出来接棒 接棒那些可能 甚至可能是他们的女性房长 继续接棒继续玩下去 whon knows 那个结果可能是很有趣的 即是继续下去 可能他依然可以 叫得动很多 乌克兰人继续势死抵抗 只要你一日没办法恢复 整个社会的秩序 恢复整个社会的生产 俄罗斯没有叫赢 而是出血 而乌克兰人负责就是帮你放血 日日帮你放血 你已经买过一次的 叫阿富汗 会不会买第二次 在乌克兰 日日继续被人放血呢 因为实际上 我不知道乌克兰司机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决心 真的有是死如归的决心 但是我当他没有 假设没有 他已经有了后路 適当时就会闪人 走到路了 但是他一直在那里 就变了一盏灯到回头 即是吸引一些飞蛾 但是如果沿途切服 沿途有什么 沿途有准备的话 即是令到你俄军不断地 在乌克兰司机会抛 即是抛人命 这样的话 这个陷阱都够心了 而且吸着你的主力 让你一直选择你的主力 就算你 这里有一个消息 虽然未证实真假 但是如果真的由车臣那里调军过来 他们就说这些车臣军队这班是亲俄的 很狼的 很厉害的 谁知道 其实我反而觉得是一种不信任 如果俄国自己的兵力越摆越多的话 他能够维持着周边其他家民共和国 和其他地方的安定的阻力就会相对减少 那个背景会少了 如果背景会少了的话 这班车臣人们会不会借机会揭框呢 如果他们真的揭框 那你不够军队镇压的了 所以最好就是将他们的军队拉夫过去做炮灰 他们去到现场做炮灰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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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至于俄罗斯人们来说 你们不要给他们 那么 会不会做这些事情呢 如果是的话其实他也挺绝望的 此外不是这个KGB出身的 他说很尴尬的 现在是特意哄着你 这件事我不会排除 但问题就在于 他到底有多少空间可以玩这种游戏 我也是说一句 战争要看目的 他的目的最终是一定要吞到乌克兰 吞不完你都会弄到一个临时政府 这个政府是亲俄的 签了约 而这个政府是压得服 平民的 能够令到至少有些城市可以恢复正常的运作 这样才叫做一个胜利 起码拍到片 一天没去到这个位置 一天没叫胜利 你就算现在说俄罗斯军方真的有部份军队 他说变成立了一个政府 但是没有人承认 连乌克兰人自己都不承认 还继续适死抵抗 在其他地方继续跟你打游击 继续玩破坏 渗透的 那你怎样 我们俄罗斯都没叫做赢 所以俄罗斯这次赢的条件 其实很苛刻 不是一个很轻松可以赢的条件 达不到这个条件 就是他会出血 他一直出血 出得多就受不了 我估计现在实际上 泥土也好 乌克兰自己也好 当初他们商量出来的整体大战略就是这样 让你没得安定 让你出血 因为这样就一直放着你的血 你一直要有补给一直下去 因为你始终没办法稳定 你没有因良于敌 也没办法在敌人的地方生产 而只能由你后方圆圆不绝地 运用这个补给你 有一部分还要经历白罗斯 当你时间越久 白罗斯见你的军队来到 总是不知道白罗斯人 怎么想 白罗斯人很不喜欢努卡申科 所以 会不会有等27号之后 你正式吞了白罗斯之后 才白罗斯流亡政府 那些人开始叫你起义 如果是 你俄罗斯就几面受敌 你又加龟不得 有一段 如果当地暴动 那你是不是出动你的军队 就可以阵压 你不阵压 你不阵压也不行 你一阵压 你可以给到乌克兰的 压力就低了 那不要忘记 还有波兰 瑞典 芬蘭 波罗的海三角 还在白罗斯 北方略阵 即是他在加强 边境 罗马尼也争了兵 所以 这场战争 我想普京有排行 而且战略上其实他已经失败了 你已经搞到全部围绕 围绕你 就算你这一次能够全身而退 回到国内你的威望都会大跌 因为只要你没办法完胜 你就是输的 而且这一场胜负听得很清楚 因为你没得玩偷鸡 以往玩那种的偷鸡摸狗战术 就可以任意来说 但是这次没得任意来说 这次你是正式打一个 那个地方是资讯开放的地方 天天有片出的 你又赢不到网络战 甚至现在好笑 Anonominus都是要打你 网络里面那帮奇怪怪都要来打你 那你怎样呢 你要应付多少头呢 不知道 但是我估 陷入苦战就走不掉了 俄罗斯会陷入苦战 烏克兰当然很痛苦 但是 越拖得长时间 对烏克兰反为有利 只要他的Logistics和Information 两边的通道保持暢东 他的军队和平民级 拿到吸氧 同时 网络继续通行 变成他们继续可以互相联系 那就可以 撑下去 对于普京来计 越拖得长越不离 当然可能他自己 计算是有敌心入 我这样那样 我任得你说 但是你是客场 你又不是打主场 你有什么敌心入 要是人家有你心入 你这些人要速箭速决 尽快 佔据好一些重要城市 令到他 恢復正常 然后 你自己出来胜利游行 然后才可以令到其他人放弃抵抗 那你才有用 不是怎样 又是在那里晒肌肉 又是在那里打汗战 你得到什么 你国家不是还开枝带 接着你开枝带 你的军队人命一直填过去 第一 他们的军属 在莫斯科的 在列宁格纳 就是sorry 在圣美德堡的 那些 他不会是双叉来的 本来我老公 只是奉召去做演习 你变成真打 变成死了 你猜他不生气 你有多少俄罗斯人 忍了你很久 你现在又越来越老了 行事开始怪了 肌肉又叨 面是明显整外容 不整外容 哪有那么少疚纹 他们已经看到你厌了 这件事就很好笑了 连土耳其佬都心大心小 会不会尽量不让那些卫生过呢 因为他在招 所以 所以 中国已经在距离 还要乘机 打眼吃给金仔 你看到那些恶棍 那几个 不要叫恶棍 sorry 中国绝对不是恶棍 我们是最大的蓝丝 几个跟俄罗斯有论谈的国家 都不想跟他谈的 你知道什么事 俄罗斯都孤立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算真是被他脱身在战场上 俄罗斯有点哀 会被人制裁得很狠 到时俄罗斯人还会忍他多久呢 这个就是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有趣 本来说是说10分钟 一说就说30分钟 始终都是停不了 Anyway 讲得够多了 我都有一点累 那好 说到这里先 欢迎第一个留言 留言和分享 还有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